台东县政府首度承办全国灾害救助联系会议 邀请中央部会及各县市政府和民间救灾团体到台东来共同交流讨论 而台东县社会处则针对今年台铁408次事故 分享了境外事件处理还有设置一户一社工经验 提供给出席的各个救灾单位来参考 台湾在今年4月不幸发生了台铁408次出轨意外 造成了近300人的死伤 而台东就有8位相亲不幸罹难80人受伤 台东县政府在第一时间跨局处整合 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立即投入救灾行动 之后也成立一户一社工的关怀服务 而在为期两天的全国灾害救助联系会议上 县府也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各个救灾单位参考 成立24小时的一个服务专线 那有安心专线有卫生局来负责 那社会关怀专线有我们社会处 那在兵移这个链战的部分呢 就由我们民政处来做一个统筹 那在国际处我们原来设置的1999专线呢 也随时接受民众的这样一个咨询 社会处的灾害应变小组当中 我们就是来要为这个所谓的一户一社工这样的一个扑路 那很快的整合我们处长副处长以及包括我们的科长 还有我们四个县区的社府中心的督导以及社工员 那对于这个灾情的一个任务分工 那要进入家庭的时候 应该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分派我们关怀的对象 在意外发生之后 台东县政府对罹难者家属以及受伤的相亲 进行关怀慰问之外 随着时间推移伤痛缓解下来 也开始检讨意外发生时的处置与人员安排 希望大家对于救灾工作有更多的准备 看到那个大体 哇哇哇哇哇大叫 那确实甚至心境的社工 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哀山的事件 他们也在当下会觉得手足无措 然后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在会建议 就是挑选比较适合的先前人员 那当然我们又要借重这个比较资深的社工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 这个更多的训练来协助 所以挑选适当的这个先前人员 这是必要的 那当然我们会先从这个比较资深 那在处理上面会比较适切 避免这个让通人在第一时间 又会有一些受伤 或者是这个压力累积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灾害是不可预期 也是大家不愿发生的 但是平时如果没有做足准备 一旦遇上了 就很难有效率的应变与处理 台东县借由全国灾害救助联系会议 分享了过去处理灾害 甚至是跨越陷阱的事故经验 希望未来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团体 结合过去的经验 攜手建立防灾网络 对于灾害做好更全面的准备 记载起轮 悲难相报道